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 从账本后面的庞大金额来看 这又明显是法币系统下物价暴涨的状态 按照法币在民国不同时期的价值 这明显已经是抗日战争后期的物价 也就是民国三十四年 公元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记账的这位同志肯定是个文化人 字迹工整 用词也讲究 无缝人 晚膳等词都体现了他的身份 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他还会写日语 六月二十九日 他提到自己在卖鱼时一个卖秋 卖秋香烟 这几个日文明显不是照样化的 而是真的会写 由此可见 此人可能是在日委掌控下的政府部门工作的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此时日文已经投降 中国通货膨胀史中曾经记载 说一百元法必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红牛 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 只能买两个鸡蛋 账本中不过买了个烧饼牛肉 估计是牛肉货胜 就花了三百块 这物价 物价太高就得卖家底了 所以此人卖了条东亚特产的鸡金牌鱼链 但这条烟纸卖得了六五零零 也就只能再吃二十顿烧饼牛肉 再就是 这账本主人到底是文化人 物价虽高 报纸还是要坚持看的 于是他买了一份世界日报 民国时期的世界日报 是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创刊的 创办人叫程舍果 张恨水曾担任过执行总编辑 报纸内容以军事 政治新闻为主 兼重教育新闻 一度销量很高 1937年此报停刊 1945年11月20日复刊 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 这个时间节点也体现在了账本中 到11月20日这一天之前 账本都没有出现过 购买世界日报的记录 日本投降后 这个很可能在日北政府工作的人 就再也没写到过奉给 反而每天都会出现昨日一来四个字 再仔细看看它的记录 你就会发现 它肯定是丢了 编制之后 去连台当个体户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它的字迹也越来越随便了 比如1945年11月30日这天的账本 它提到自己今早受烟烟马克利等 入账24000 这个马克利 应该是一种韩国传统米酒 马格利酒的辩称 如果我猜的没错 那这哥们儿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烟酒专卖店小老板儿 或者早些年到卖烟酒的二道饭子 还有几个细节 比如他出汤儿前的早饭是烧饼果子 不知道来没来晚西州 而且估计是法币太混乱 他们似乎可以用烟直接抵账 比如账本中出现了给大姑父驼鸟烟五条 还有给于先生的贡荣烟 这贡荣烟是日本人省产的 大东亚贡荣的意思 1945年战败后停产 账本主人手里头竟然还有 这得算是绝版烟了吧 看看当时日用品的物价水平 肥到12块1150 真 够狠的 请大家记着他买的大花生 看到后面你就会知道他到底多喜欢吃花生 不过 这家子人这时候还算顶得住 毕竟还有闲钱买书桌呢 有一条记录写到车资 路程是从六条制驾 从账本里的其他信息 我能看出这人家坐安定门附近 所以这个六条 说的估计是东四六条 这一天吃的买了挺多 什么馄饨 葡萄 豆腐脑 切膏 豆腐干 豆泡 茶叶 猪肉 炸麻花 看来是头一天的收入不错 右上方写着晚腹腊裤 吃的应该是东城区景山公园那边的腊裤胡腾 这条胡同因为明清时期内务府 在这里舍拉库衙门而得名 不过咱就不知道他去那儿的目的是什么了 难道去卖烟 又是丰收的一天 买了豆腐 酸菜 马蹄脾剂 酥鱼冻 羊肉 豆腐干 大花生 烧酒 香油 酱油 茶叶 这个账本里提到过很多次 知母用 知父用 知儿子 知音用应该是妻子 感觉一家子的开销都顶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这天除了大花生 还另外买了点炸丸子 账本主人每天早上去市场卖烟 因此既有臣妇小事 小事卖的都是零七八岁 开始分早晚 早上的那就是所谓小事 这是打新潮传下来的商业形式 清败类钞 记载 京市崇门门外即宣武门外 每日晨机出唱时 涉滩者哲林立 明小事 安定门城墙根过去就有小事 我估摸着这一位就是去哪儿做生意的 午后赴南市 过去老北京市崇门门外有东小事 宣武门外有西小事 东 西小事又合称南市 这里按照路途远近 去的肯定是崇门门外 这一天除了惯例买大花生 还多了咱们北京人耳熟能详的豆芝儿 六十块钱一份 如果说前面的账本剧情 还算是一个温馨家庭的正常运转 那后面开始就要急转直下了 1945年12月底 账本主人的妻子生病了 这时候可能账本主人自己还没太在意 该干什么干什么 还去了一家叫广圣德的面铺取面了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从这时候开始 账本上的收入大幅缩水和之前几万的流水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到了1946年一月 更穷了 一天收入只有1830 所以什么都不敢买了 唯独花生不能断 买不起大花生也得买空花生 这个空花生呢 估计就是以前老北京的半空花生的一种 顾名思义就是卖的花生 全是半空的货一个豆的 属于花生里的残次品 残次品吗 当然就便宜 能多买点回家 不知道这算不算另类的半空多给 账本里还提到了自来水票 在自来水公司出现之前 北京人都是喝井水的 清末的时候 有了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 可以凭票论桶换水 大多数人过去是从公用龙头买水后 自己挑回家去 对于无力挑水的人 自来水公司还能送水上门 就是比自取的贵点 直到解放以前 北京市民家里一般都有一口大水缸 就是用来存放自来水的 到了二十世纪末 北京内城才把自来水龙头 接近每家每户 结束了全胡同排队等一个公共水龙头 1946年1月16日这一天 现金是只进账了290块钱 剩下的收入是食物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别人拿来抵账用的 花生还能再坚挺着买点 也真是不容易 让我想起汪曾祺在八月交扬里的一段对话 您多于操这份儿心 两天还买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 有棒子面就行 咱给它改改 搁在这儿也合适 街上还卖不卖花生 有花生就行 这是过春节了 账本主人还自己祝自己正月出百季呢 估计是屯年货得多 收入好了些 但是逢年过节的礼节性开销可不少 这一下压岁前就给出去了两千五百 之后初二 到初五他都在到处串门拜年 给出去了礼金跟流水一样 看得我都肉痛 正月还没出 账本主人病倒了 妻子的病情似乎也加重了 老公公估计心疼儿媳妇 主动掏钱给他取抓要看病 这之后账本主人的妻子看病就成了日常 不光是妻子 账本主人的父母后来也病了 而他自己似乎也有手机 但他一直拖延着没有去治 家里收入没了 都是病人 所以也不再买东西 弄了两件棉衣 还是去他二娘捡拿的 这是账本的最后一页 时间是1946年2月最后一天 账本的主人突然不再记录任何信息 这一天离北平解放 还有整整三年 我们不知道这之后 这家子人发生了什么 病好了没有 生意恢复了没有 大花生又吃上没有 希望他们能够一家人互相扶持 坚持到共和国成立 北平重新变成北京的那一天吧 本文经正阳书局专度空间授权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